第六百四十五章 眼光獨到 陳卓下意識地熟了眼瘤鈴 絕對不行 陳二卓比藏陰差好看好 那卓真神就偏偏和你不同 卓真神比較看好獸哥的陰差 王鼠狼就說 卓真神獸哥的陰差雖然是生硬猛折 但烈亮和藏哥的陰差差很遠 他只要一下便不開 就有可能會受傷 小鬼也很不明白 他現在在擂台上跳來跳去 連那個藏陰差的三尾都碰不到 還累得自己喘氣 其實哪用他們說的 陳大卓自己剛剛說完就已經後悔了 如果那個收陰差輸了 豈不是連眼光都不如陳二卓 這樣還似乎比學人精跟人口水尾 老王笑笑口說 擂台上這兩位都是五階鬼將後期 實力相當 說到誰聲誰負真是很難說的 說完看著趙毅說 趙毅是依你之見呢 趙毅還是死老婆的壞樣 面無表情口默默地說 我跟卓真神的看法一致 嗯? 陳卓就一面懵地望向趙毅 趙英雄的想法 竟然跟卓真神一樣 所有的卓式小伙伴都投來疑惑的目光 而趙毅這個時候 就像收不住祭一樣開始說話了 相信卓真神都看得出 這個壽陰差雖然一直處於下風 但他的體力保存得相當之好 壽陰差身形矯健 每一次出招都使出八九成的力 如果不可以在體力頂盛的時期打低對手 那一定會被對手耗盡體力 而壽陰差只是需要等待壽陰差 體力即將耗盡的時候 就可以出手反擊 老王的目光就看著擂台上的兩個人 仿然大悟地說 哦 原來是這樣 而陳卓就聽君一直說 余聽一直說 聽到半明不白 不過不明白他也要扮明 看來趙英雄和卓真神的想法是一樣 不過柳玲就不是這樣認為 他以為自己不懂得累不怕痛 人家也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說 沒有可能的 他一直被人打 沒有可能會贏的 陳卓看著柳玲的壽樣 越看越猛 差點他就變得學人精 跟人口水尾 剛剛想著找個理由 他就教訓陳義卓 誰知道擂台上 勝負已經有分曉 那個壽陰差 體力消耗都差不多的時候 壽陰差找到一個破綻 一把匕首盪開大鎚 另外一把匕首 直取壽陰差的喉嚨 那個壽陰差 喘了粗氣地說 我認輸 那個壽陰差 收回他的匕首 對著壽陰差 拱了拱手 翻身下擂台 壽陰差也很快 跟著下擂台 擂台這個時候就刺了 但是陳卓的心 完全不刺 剛才的打鬥 燃起了陳卓心裡面的 紅紅戰火 他一直立起三袖 一直在想 是時候讓他們見識一下神的實力 等卓真神來初遲初遲 講完 陳卓是大步流星走向擂台 擂台的高度 和陳卓的腰間齊平 不過 左望右望 他都看不到可以走上擂台的梯級 下一次 江湖中人是不拘小折的 於是陳卓是雙手趴擂台上 低高的腳爬上去 而台下的中人 一過一個看著口默默 淘了半座金雞山的人 上擂台 怎會上到這麼狂風的呢 上擂台上 陳卓是居高臨下 看著其他人 咳咳咳 他還學電視劇裡面的領導 說話這樣 清一清喉嚨 嘻嘻 有點緊張 呃 卓 卓真神 昨天和趙英雄一見鍾情 今天 閒來無事 來你們異殿作客 剛好就見到你們在這裡 比武招親 看到你們 就好像看到曾經的卓真神 說到這裡 陳卓是仰望蒼天 眼裡不覺泛起淚花 還以一個過來人的口吻說 曾經的卓真神 和你們一樣 啊不 比你們更加艱苦 曾經的卓真神 每天天都未光就起床 每天堅持跑五百公里 好心你了卓真神 你不懂用詞就不要亂用 什麼一見鍾情 比武招親 義殿連老鼠都是公的 歡迎收聽 精神病面前鬼東西算過球 本作品由廣東唱獨出品 作者 突突韜 演播者 不如不見 第六百四十六章 夜無情 陳卓當然是照舊 完全不理系統說什麼 他最大的優勢是在於 他作出來的謊話 連自己都騙了 很快他在囚唱當中回過神 就對著擂台下的眾人拱一拱手說 好了 不說了 都是過去的事 你們當中 有誰敢上來 和卓真神初切初切的 在台下 很多人的面上都露出 若若欲試的表情 第二殿 向來都是以實力為尊 這個卓真神說話 雖然是有些狗不搭八 但是可以逃了半座金雞山 怎麼都可以和帝君一較高下掛 不過 可以和這樣的強者切初 對任何人來說 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趙毅猶豫了一下 剛剛想上台 怎麼知道 就被人搶了先 輪迴思夜無情 前內授膠 懷音剛落 一個身材瘦高 掌上古柱的男子 飛身躍上擂台 他穿的衣服和趙毅類似 左手緊握劍招 右手握著劍柄 面無表情地說 卓真神未帶武器前內 可以在訓練場 任意挑選一把襯手的兵器 陳卓便笑起一邊的嘴角 輕輕地哼了一聲說 哼 兵器 那就要看下你 可不可以打到卓真神用兵器了 就這樣 得罪了 說完 那個男子也沒有猶豫 右手發力 利劍出竅 帶著淡淡療療的鬼器 劍上面刻著某種詭異的符文 劍印極薄 一直腳向後撤 撤了半步 跟著是草力 然後前衝 劍斬 在劍出去的同時 劍身就一瞬間 分化成素刀劍影 系統啟動防護罩 陳卓是側身應對 動作幅度很小 只是遞高他的左手 噎了一下 誰知道 噔的聲音 金屬的撞擊聲 在眾人眼裡 劍印從陳卓的手腕 一直滑向手肘 拆出一道金色火花的軌跡 陳卓眼裡 就閃過一絲不滿 他明明已經想好了 等他的劍劍到過來的時候 他輕輕伸出兩隻手指 夾住他的劍 讓他動也動不到 誰知道 他覺得人家劈歪了 夜無情一擊失利 手腕扭轉 快速調轉劍身 就對陳卓的腰 一個橫掃 同樣 又是火花大閃電的 金狀磨擦聲 等到劍身抽離 夜無情退回到原位 再望望陳卓 不是說他那個人 就連他穿著那套海綿寶寶的睡衣 毛都沒有掉一條 搞什麼 夜無情心想 那麼自己拿著這把劍 畢竟都是上古元鐵 珠造異省 可斬萬物 正所謂削鐵如賴 為什麼連這個人一件衣服都斬不斷呢 陳卓就這樣站在那裡 自認為已經是面無表情的 這樣看著夜無情 但其實他已經笑到見牙不見眼四萬 誓起那些牙 高傲的頭腦 每一樣東西都在諷刺對手 你實在太弱了 卓真神只是站在那裡 你已經沒有了卓真神辦法 不過只是這一招 就令到夜無情心裡面 有了絕無勝算的念頭 既無勝算的話 那就要看看這個人究竟有多強 夜無情突然間 將手裡的劍拋上半空 利用迅法將劍圓起 劍尖指向陳卓 然後自身快速調整站姿 雙手在胸口前結印 嘴裡唸唸有詞 隨著嘴裡每一句咒法出口 劍體上面的符紋 就亮起一島道略顯灰暗的色彩 那些色彩隨著劍體的軌氣向外擴散 等到劍體全部著了之後 那把看上去很普通的劍 就好像重新鑄造過一樣 劍體託宽形成了一把重劍 劍體通黑 劍病骷顱勒勒 那些骷顱好像有生命一樣 無聲地掙扎烤繳 突然間 咻一聲 由一把劍變成兩把 由兩把變成四把 四把又變成八把 如此類推 宽廠的擂台上面 都不知道沿著多少把重劍 萬鬼聽令 激 隨著這一聲 半空中的無數把劍 劍時間就向著陳卓飛過去 停停堂堂 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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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 請不要多了 追加那個全是 流入乒乒乒乒乒乒乒乓乒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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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